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提士高烧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Grandista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是一款日本的干头 然后他们之前已经出过两代 这是第三代的Grandista 然后前面两代 尤其是第一代的非常非常受欢迎 然后距离非常远 而且稳定性也非常高 他们现在推出的这一款叫RSD RSD的D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DRAW 所以其实他们出的第三代 是有一点防诱曲的性能 但是就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防诱曲的干头到底管不管用 到底有没有防诱曲的功能 但是究竟球杆能帮助我们多少呢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这种对比的直接的测试 所以我们今天对比的另一款 干头就是M4 之所以用这款干头是因为M4是比较中性的一款干头 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打的干头 另外干身呢 因为这颗干头用的是沾上的 它不能调节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拆下来换 但是我用了一支跟这支性能比较像的 就是这个叫Basiria Silencia 然后这个叫COA的Angel 这两款都是相对来说上段比较硬 下段比较软 就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防诱曲的干身 那硬度也都是一样 这两支都是50SR 那就让我们最终看看数据有没有差别吧 非常直 carry 220 速度不是太快 总共261 然后干头速度快了很多 104 但是明显是个slice 这是比较正常的push fade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打的比较多的一种球路 然后carry是242 总共是271 干头速度104 对现在差不多这个速度 然后球路跟我想象的差不太多 稍微多了一点感觉 还可以 carry241 总共261 干头速度107 smash1.37 打的不太甜 但是似乎本来应该有的多一点 这颗还不错 不错 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费 244的carry到277 然后干头速度105 smash1.43 比之前好一点了 明显还是向右偏 这颗打的感觉比较好 carry245 然后总共 总距离271 smash1.42 两天打的点不是很好 明显稍微多一点的slice 但这个carry245 总距离270 好像跟上面一颗球几乎一模一样的数据 我们现在决定用grandista来打试试看 第一颗球数据感觉跟前面的差别不是太大 也稍微偏一点费 但是感觉明显直了一点点 这个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我感觉这颗球好像似乎开的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没有 效果还很不错 然后carry247 总距离282 比之前的都要远一点了 干头速度跟之前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变化 smash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两天我的问题 但是球明显要直一点 而且跟上一颗球几乎是一模一样 非常直 这颗都变得有点小佐曲了 这颗是开始251 总距离281 smash1.44 还是不是特别好 干头速度106 比刚才稍微快了一点点 但是非常直 这已经开始有点小佐曲了 在同样机球的感觉的时候 感觉相对来说M4更硬一点 好像更容易滑开一点 这个头的感觉好像更容易扣过来一点 就击到球了以后 好像更容易包过来一点 已经开始出现座了 我发誓我使用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打法打的 一点都没有变化 但是就是明显这个头感觉更容易包过来 Carry能到242 跟刚才的距离没太大差别 总距离稍微远一点到284 但是居然开始左去了 倒悬1900 很直 这颗球我打完的感觉就是特别直 然后球路实际上也确实是 稍微带点点小佐曲 然后Carry到252 这应该是目前最远 干头速度还是105 还比较稳定 Smash也还是1.46 都没有好太多 这个还是有问题 但是效果很好 非常直 打得很舒服 这颗明显我是感觉打在这个位置了 这现在应该隐约还有一个球印 所以明显觉得应该去右边很多 但是居然球还很直 这个比起刚才的费来说 都已经是算是很值的球了 Carry虽然很短 你看236 但是 根头速度104 但是Smash才1.39 明显完全没有打天 而且明显感觉打到上面的 右边的位置 但是球居然真的没去右边太多 再打最后一颗 这是故意打的一颗低飞的 居然也没有太多 我这颗球 感觉是故意有一点薄 当你觉得你要打球稍微 薄一点 球会低一点的时候 你通常会下意识的开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会打一种 稍微低飞一点的右曲 这个就是我这颗球的感觉 就是击到球的时候 感觉要稍微开一点 让干面角度大一点 但通常这都不是好习惯 但是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习惯 就会稍微右点 但这颗球也真的完全没有 不能说完全没有 还是右了点的 但是比起任何一个slice来说 这个都要好得多 所以就直 就不右这两件事来说 都我现在不用看测试的结果 我也知道现在这根杆的效果 明显要比刚才那根杆要好得多得多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数据 我现在把刚才用M4打的特别大的一颗slice 山脚 那颗明显是灰杆的比较大的15 我们来看最后数据全部的分析 其他的数据差别不是太大 Carry 245 239 Scrandista还是要远了一点 偏离就已经差了比较多 一个是3.4的右 一个是27.9的右 所以对我来说一个就是比较直 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偏右曲的球了 然后干走速度 球速 smash spin 就到旋都差的不是太多 然后旋转轴这个差别非常大 一个是1.8的右 一个是16.4的右 这个地方差别对我来说是最大的 这张图是M4的顶式图 就下面这部分 下面这幅能看到第一颗球是非常直 但后面就开始往右边偏往右边转 往右边转 然后这颗是Grandista的效果 同样也有往右的 但是相对来说往右的没有那么多 但同时它把你的球向左掰的趋势 就很明显 对我来说就是明显要直的多 以上就是我对Grandista逢右曲的干头评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再看一会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入里面 假设在那边 请不吝点 拍摄 南